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跟我们的主有亲密的关系 马可福音七章十四到二十三节 耶稣又叫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也要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 乃能污秽人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屋子 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 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厕里 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又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 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忌妒 磅 狂妒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以上的经文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透过这个问题来了解这一段圣经 要给我们的亮光 给我们的教训 这个问题就是 每一次我们基督徒来读圣经的时候 都可以问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就是今天这一段圣经 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认识上帝他自己 永远是我们灵修的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聚会听到的时候 一个主要的焦点 我们认识上帝是谁 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 表达出真正的信仰的生活 才不会只注重外表 而不注重内心 今天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啊 今天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一位 看重我们内心的生命 真实的情况的上帝 上帝不太在乎我们 吃饭之前要不要洗手 上帝非常在乎我们生命 现在真实的情况 我们是很清洁呢 很诚恳呢 还是很污秽 很虚伪呢 我们是里面很不安呢 很急躁呢 还是我们的内心 现在目前是很平安 很有安全感 我们内心是还很看重一个罪 想要去犯罪呢 还是我们内心现在 很想抵挡罪 抵挡魔鬼的试探 上帝非常乐意认识我们 因为他是一位真实的上帝 他不是一位 须有起表 很看重外表的上帝 因此上帝也要求我们 心诚恳的对待他 我们真实的情况 无论如何 上帝都很乐意接纳我们 也很乐意教导我们 来面对我们生命中 真实的情况 这一段圣经说 我们心里面真实的情况 最一个普通平常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里生命中有很多的恶念 有很多的苟合 有偷盗的动机 有凶杀的一种想法 有奸淫 有贪婪 有邪恶 有诡诈 有淫荡 有嫉妒 有傍赌 有骄傲 有狂妄 这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况 而上帝愿意来接近我们 来帮助我们 从这些罪中出来 上帝宁愿我们 承认我们的情况不好 他也不希望我们 须有其表的 来到上帝面前 假装自己很好 以至于不愿意 邀请 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就好像一个父母亲 对待他的儿女 他总是希望他的儿女 有任何真实的内心 外在的压力 都来跟他沟通 也不要 这些儿女 明明有很多的困难 明明有很多的挣扎 也是 须有其表的 笑嘻嘻的 来跟父母说 我没事 我没事 你也不用来关心我 不是的 上帝跟我们父母亲 一样 都很希望 真实的 心灵的 生命的互动 而不要 须有其表的 表面的关系 这段圣经也鼓励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做基督徒 做了很久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我们内心里面 还是充满着罪恶 充满着 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有淫荡 有嫉妒 有傍赌 有贪婪 这些 耶稣指出的 我们内心的状况 也许我们基督徒 已经很久 不太觉得 我们是这样的 但是 主耶稣说 我们内心 真实的情况 的的确确 就是如此 因此 上帝喜欢我们 来到 耶稣的面前 承认 我们内心的 罪的 真实的 光景 因为 唯有 承认 来到 耶稣的面前 祈求 祂的 宝血的 捷径 我们才能够 因性 称义 来到上帝的面前 得到 上帝的 喜悦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被上帝光照 自己有罪 不要害怕 上帝也不会害怕 也不会惊讶 我们是这么的罪恶 我们只要 平平安安的 很有信心的 知道上帝 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乐意 用祂的宝血 使尽我们的罪 我们不要虚伪 不要假装 我们就是很诚恳的 来到上帝面前 认罪 悔改 我们就再一次的 得到洁净 得到上帝 给我们的义 这是上帝的心意 我们不要把它 弄得很复杂 我们一起低头 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认识我们 你认识我们是一个 有罪意的人 你认识我们 是常常偏向黑暗 偏向邪恶 而远离了你的亮光 远离了你的公义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今天再一次鼓励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 承认我们的邪恶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是罪人 我们才需要主耶稣 你的宝血 来接近我们 主啊 求你今天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众好朋友们 同在 让我们不回避 不躲藏 我们的罪恶 让我们 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认罪 悔改 也得着更新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